各位看 高通部最新的通緝支持 今年的前輩各位 台中市 吃酒塞車的事故 顧到上的人所是六都上座 近方現時再跟台中市的 人口所第二座 交通的流量大有關係 不過有民間團體是認為 台中市政府應該要將對以後 吃酒塞車 拿出更多的辦法 上個月二十五號 近方人家 酒家 但是家宿家宿就走 最好由人去近方帶來 今年七月北頓區長也涉嫌 酒後開車 叫藍減 熟調一二三發辦 台中市酒家就輸品團 經過高通部最新統計 今年一到八月 台中市酒家 事故所跟酒家相當人所 都是六都上座 台中民眾 有不同的看法 臺灣的面積 地面面積有限嘛 就是一定的車輛排照一直畫 就是也有一些關係 就算說看客人在門口 已經快要醉倒了 他們也不會去管說 那他怎麼 怎麼回去這樣 所以我覺得就很可能 就是延伸後面發生酒 這樣的事情 今年請八個月酒家宿家 統計 台中以六百二十四驚 七八十八人受傷 鄉鄉是六都上官 台中市警察給予交通台队分析 主要是因為台中市人口所在 越來越多 交通流量大 因此事故也比其他城市更多 本市為全臺人口第二多的都市 因人口基數大 交通流量相對更高 因此絕對事故建樹也較其他城市為多 我們不認同這樣子的看法 人口出最多的其實是新北市 他的酒駕死傷跟事故建樹有位居全國第一嗎 不要打擊他的酒駕 必須要做跨局處的辦理 臺灣酒駕風桌的社會關懷協會批評 新北市人口最多 兩項手機只有第四名 這個公法完全站不住 根據台中市府應該要看局處理合作 修改主題條例 對港地營酒法動流減 共桌無酒餐廳為酒客救大家 還有開辦酒駕 維煩蓋地酒駕的庫庭 這是根本制度 記者台中報導